也是叫 Functional Group Isomar 好了,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叫Skeel Isomar 它就是 炭链拖住的時候 炭链砌模式的時候 其實 薄的東西是一樣的 可能這裡有兩個 也是兩個藍色條 一個紅色條才算 下一個就是 一個在上面,一個在下面 Anyway,其實 每個C-Box是一樣的 同樣的 不過 空間感是不同 空間感是指同一個C 不過可能在上面,一個在下面 一個在出,一個在入 可以嗎? 都是同一個C 有兩款 第一款叫 Cystran Isomar 舊名叫 Geometric 那這個就不要了 我們用C-Stran 好了,那這個呢 這句其實就是這句 OK 最特別之處就是這句 它一定要有CC-Double-Bond 因為CC-Double-Bond 不准轉 所以產生了很多 很像樣大人一樣的東西 好了,那條件呢 就是需要 那個 東西一定有CC-Double-Bond 都不可以的 那這個就不可以的 為什麼呢? 那它還需要什麼呢? 每個C 隔著東西都不同 那因為這兩個一樣呢 那它就不可能 由那個C-Stran Isomar 產生出來的 所以第二個條件呢 就是每一個C 隔著東西都不同 那所以左手邊就可以了 因為呢 在這裡有CC-Double-Bond 那這個C呢 上下不同 上下不同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產生 C-Stran Isomar 那如果呢 那個小粒的Hydrogen 在同一邊 或者反過來 就是大粒的東西 在同一邊 我們叫Sys 那這個寫法呢 這次英文字要加一畫的 平時不是教你 英文字和英文字 沒有標點符號嗎? 這個又好像形容詞一樣 就放在那個 I-U-P-A-C-Name的左手邊 這個也是啦 那因為呢 這個是對著的 就是這樣去的 那我們就叫Trans了 那有機會出Essay 問你那個條件 那這個呢 你就是背得很熟 好了 那好似樣了 那麥理的化反應 和化反應 呢 是否一樣呢 那其實呢 化反應是相似的 因為大家都是Double-Bond 不過呢 那個Physical Property 就差一點的 為什麼呢 那好似Melting Point 如果我們牽涉Melting Point 那我們是說 由Solid變Liquid Solid呢 Forn One Particle Theory 就說過是粒子 所以呢 如果Ped越近 它本身需要 用多一點力去拆散的 所以這個Ped 這個字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Melting 那這個Case裡面呢 這個會Ped得好一點 因為對稱一點 那我們英文就是 Regular 和Symmetrical Trans 那個 所以呢 Ped得近一點 Solid-State的時候 Rendal Force會比較厲害 所以這個呢 這個Melting Point 可以看到大一點的 但是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Melting Point 調轉的 那今次呢 這個是Sys 這個是Tran 那今次就是Sys 比較厲害的 因為呢 今次Liquid Stay Packing 就不要緊的 因為本身Liquid Stay 的Particle 都很軟 上去 好了 所以我們就看看 平時有什麼會影響Rendable Force 那今次呢 就是關於那個 Polar 這個Polar 這個Polar的 原因你可以自己看 有兩支Polar Bond 指著同一個位置 cancel不到 那這個呢 就是Lon Polar 那我們之前Mite 2 學過 就是如果 Polar的Rendal Force 是會比較厲害的 那那些詳細的解釋 其實Looks有的 那我也copy and paste 多次在這裏 都是那句 人家叫你比較呢 你很沉氣呢 都要兩邊都要提 知不知道 好了 其實呢 有一年出得很深的 我自己覺得 2015年的 MC第26題 那其實呢 是純粹問你 有幾個ISOMA 那我覺得呢 如果你真的用正當的手法 去想它的話呢 其實都頗需要時間的 幸好不是Lonquette 那我 就 當是Lonquette 做一次給你看 那這個呢 說明有Cistrat ISOMA 這個原因不特別說 就是符合了剛剛的條件 但問題呢 就是我有兩個Double Bond 那不如我叫這個呢 就 1號的Double Bond 這個叫2號 那我們每一次去畫 Cistrisoma的時候呢 不要太貪心 做完一個先一個 那我們一開始呢 就要Focus在1號那個先的 那 指定動作呢 就是這樣 這樣 畫 這個 它有點像什麼 是不是很像那個 Polymer 不過Polymer 那兩支棍 沒有斜斜的打動 因為這個Tricorno Planner 所以 我指1 2 3 3 3 所以其實它就是 120度乘3 這個 那這個 指定動作 我們先畫這些 好 下一步呢 我就會圈得1號那個 其實那兩個C 各自有什麼東西 這裡有這兩塊東西 右手邊的C 就有一個Hydrogen 和這堆東西 那我呢 就畫回下面那裡了 好 那這裡呢 就H 這個呢 就Flip一Flip去CH3 這樣去畫 因為只有一個Term 你會儘量都是C 除非多過1 一組 那你才用回CH3 CH2 那這樣 右手邊那裡呢 我就這樣 然後呢 2號那個C呢 我都 用黃色筆畫 先 這裡先 那這裡呢 我就會把它上下倒轉 看到嗎 那其他的東西 都是照畫 好 我看第二個Double Bond 那兩個C 我拖著什麼 我喜歡圈起來的 那 有一個H 接著 就有一群 很長的東西 那 所以呢 這個是H 接著就H 是H3 那你記住 我現在做事 我只考慮了第一個Double Bond 那這個呢 在同一邊 那就是Sids 那這個呢 在不同方向的 那我就叫Trans 那 那 在第二個Double Bond 那 因為那兩個Hydrogen 都在不同方向 那 所以這個呢 就是Trans 好了 聰明的你們呢 其實都很快就看到 其實在玩什麼呢 那當然有Sids Tran 那還有Sids Sids 就是這裡 我希望你去畫個Sids Sids 出來啦 那 然後下面一個呢 那這裡是Tran 然後呢 我希望你就畫個Tran Sids 出來啦 好了 那時間關係呢 我把第一個CCDouble Bond 那些東西呢 就畫定先 好了我現在呢 就Focus在第二個Double Bond 那裡了 那我用綠色筆畫啦 那因為我現在想畫個Sids 那那兩個Hydrogen 就放在同一邊啦 可以嗎 好了 那我完成了 好了 到下面的圖 今次也是Sids 那就是這兩個Hydrogen 在同一邊啦 那你是不是以為已經做完呢 其實 我雖然是MC啦 但是我覺得要求得多 那你可能會說 我還不是四個 不過你有沒有留意 本身的圖畫呢 其實是一個很對稱的東西 不是很對稱的東西 是對稱的東西啊 那所以呢 這兩個 其實是 identical的 嘩 所以答案呢 其實呢 就只有三款ISOMAR 希望我沒有出Long Crack 好了 那我講完最後一個